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翁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在先天一度传出整个公共自行车 要由市府来收回经营 不过现在拍板定案 接手的人就是高雄捷运公司 而在高杰接手之后 准备的是整合票证 未来在租用公共自行车的时候 渴望更加便利 因为在未来 只要是市民朋友持有一卡通 都可以来租这个公共自行车 而最快在年底之前就能实施 目前要租高雄市的公共脚踏车 就必须要有信用卡或者是会员卡 不过以后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了 因为只要有高杰的一卡通 就能借铁马来骑咯 除了现在的捷运公车赶渡轮 高杰一卡通即将又能使用在高雄市的公共脚踏车 小绿绿上头 因为高杰公司已经接手经营市府环保局的公共脚踏车租赁系统 也正在进行一卡通电子票证整个 就等新政策在年底上路 不是每个人都有信用卡 像大部分的学生还有一些没有上班的家庭主妇 还有一些长辈他们都没有信用卡 另外就是说用信用卡借车 其实这个流程很长还蛮繁琐的 从今年的这个12月 12月开始我们这个一卡通 除了这个公车渡轮客运之外 我们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公共自行车的这个租赁 也可以用我们这个一卡通来做租赁 最快在今年12月民众就能手持一卡通搭乘或租借高雄市的公共交通工具芯片港督 一卡通真的都给通了 尤其是公共脚踏车为了鼓励民众多多搭乘 高杰公司还将规划转成优惠 保证未来骑小绿绿转搭公车和捷运等大众运输 只会越便宜划算 原来的优惠我们都会延续 就现在比如说一个小 用信用卡租车一个小时以内免费 那这一部分我们绝对会延续 等于说你用一卡通租车 前个小时还是不要钱 可是我们优惠还会加更多 现在目前包括跟公车捷运的转称 就你租了脚踏车再做公车 租了脚踏车再做捷运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跟交通局捷运局还有环保局一起 我们现在在规划看要提供什么样优惠 优惠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这个民众大可放心 希望提高服务品质 高杰公司表示为了方便民众也将开设24小时 专属于公共脚踏车的客服专线 结合既有优势 捷运站还会有至少两座的人工服务据点 随着县市革并环保局也有意拓展 大高雄租赁据点 以捷运站及人口密集处为优先 让一卡通租铁马的便民措施 有点到面 让更多人都能轻松享受 暑假期间有很多的夏令营 让小朋友们来选择 但来看到的这个不一样 由非常福利协会发起的这个夏令营 锁定的对象都是单亲的弱势族群 不但不收费 而且教孩子学习 生活礼仪 甚至是危机处理 为的就是要教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一旦家庭真的徒遭变故 该怎么办 闯关游戏紧张刺激 孩子们奔向终点的那一刻 兴奋得不得了 而这都只是课程之一 第二题目就是 第一 两只手肘 不可以伸到餐桌上 尤其是正在吃东西的时候 请问是对还是错 去找答案 这边吃这边 随便吃一个 趁着暑假 飞扬协会举办三天两夜夏令营 特别的是200多名夏令营成员中 绝大多数都是单亲弱势家庭的孩童 他们不但全程免费 还要在课堂中学习生活规矩 参作礼仪 甚至连家庭遭遇变故 该如何危机处理向外求助 也都列入活动课程 那像今年的主题 那我们以三个主轴 第一个是礼貌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在穿着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懂得保护自己 那今天下午我们会教导他们 怎么保护自己 包括19110还有一些专线怎么去打 然后接通的时候 要怎么去把情况讲清楚 那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身体 然后在家庭里面 当遇到各样的状况 他怎么来寻求资源 寻求帮助 那我们会教小朋友 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能够适合穿什么样的服装 也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在穿衣服上面 他都是父母亲帮他准备什么他就穿什么 可是他并不晓得为什么我去到这个地方 我要穿这样子的服装 那我们还有教到小朋友说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除了吃中餐之外 我们还有吃有机会去外面吃西餐 那我们就是教小朋友 就是在吃西餐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注意什么 我贴12块 你贴12块 我们一起吃 你贴几块 我贴了几块 我贴了几块 我贴大 我贴好不好吃 孩子终究是孩子 把握机会 开心投入夏令营的课程 也有不少过去飞扬栽培的学长姐 特别回来加入志工老师的行列 从国中二年级开始补习 然后补到国中毕业 之前国中的时候 也是这样被其他大哥大姐带起来 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 就是飞扬现在有活动 我们都会就是来资源帮忙他们 工法要整齐呀 简单要干净呀 转衣要看长河 也要配合天气 更要适合自己 尽管今年经费比往年来的结局 协会还是坚持举办夏令营 除了靠着各界捐款 就是来自教会的捐献 对身处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 有机会和其他孩子一样 体验夏令营的乐趣 除了成长之外 也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情 港东新闻 山正景红王思武采访报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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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绘本开始建立个人风格 绘本画家吉米的名气早已是国际化 而现在更进一步 绘本作品的内容来艺术化 也特别来到高崇办展 而吉米更因本台记者的要求 来进行独家专访 接下来要带大家一块走入 吉米的内心世界 整个展场就是一个大时钟 12个刻度代表12个世界角落的入口 知名绘本画家吉米的作品 艺术化 吉米世界的角落特展 因为是从吉米两本书 一本是躲进世界角落 然后一本是走向春天的下午 那躲进跟走向都是一个行动 然后世界跟角落是空间 然后春天跟下午是时间 所以其实整个展览就在讲 时间跟空间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实跟非现实 就是写实跟超写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从平面绘本影视动画改编 到跨领域的艺术合作 在这一次的特展中 邀来台湾和瑞典超过20位设计师 展出多元风格 吉米把画画当成内心世界的写照 得到热烈回响 高雄展出的作品都是关于 一个小孩 他躲在一个寂寞的角落 观看这个世界的角度 那并不一定或特别要传达什么 但是要传达一个氛围就是 一个寂静的空间 一个沉思的空间 跟一个沉淀的地方 其实我创作观察的地方并不多 我比较是从内在去发想 十多年下来即使已经建立个人绘本风格 打响国际知名度 吉米也不免俗地遇过创作者的压力瓶颈 还是要靠时间 因为当下有时候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时间可以让你沉淀 时间可以带给你新的想法 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 你无法突破的或是你低潮的地方 就慢慢可以找到答案 我还是要继续 我并不能 就是创作者好像没有办法 因为创作低潮就离开 因为展览来到高雄 吉米难得对着电视镜头侃侃而谈 透过策展开展 准备在港都施展充满想象 结合生活态度的吉米魅力 港都新闻正经红欧玉文采访报道 明天在红利上适合做哪些事情 又有哪些小细节要提醒您特别当心 带你一块来参考农民地 明天是国立的8月4号 农历的7月5号 适合做的是祭祀还有交易 不要做的是冻土还有修造 属鸡7岁的小朋友 可能要特别当心了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明天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接着要透过高雄渡会气象台 和您来了解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有效雨机会 气温是28到33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时勤有效雨机会 气温是27到33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多云短暂雨气温是28到35度 宜兰花林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有下雨的机会 气温是27到34度 继续来看到的是 紫外线指数的部分 明天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是过量级 而中部和南部地区到达的是危险级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以上是民国一百年8月3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翁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